台北電影節日前在中山堂盛大舉行 那這一次是由蔡燦德還有陳竹生聯手主持 那陳竹生呢是逗著現場一直哄堂大笑啦 那這一次呢的百萬首獎是由動畫片幸福錄上所奪得 那另外誰先愛上他的也奪得了四大獎喔 是這次的最大贏家 讓我們來看一下台北電影節還有哪些精彩的趣事 第二十屆台北電影節日前在中山堂舉行頒獎典禮 由去年的金馬獎男配角陳竹生與蔡燦德首度合作主持 典禮現場美女如雲星光翼翼 本屆的最佳男主角由誰先愛上他的邱澤包回 這也是他入行以來第一個營地獎 他聽到頒獎結果瞬間落淚在台上一度哽咽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表演 因為我覺得不管再遇到任何再多的困難 只要機器開始錄的那一瞬間 全世界都會變得非常安靜 就很像你只有活在現在而已 我覺得那一瞬間是最迷人的 我到現在還是非常喜歡 而且希望可以再一直不斷地活在那一瞬間裡面 我是邱澤 謝謝你們的肯定 謝謝你們 邱澤在片中擺脫一貫的高富帥形象 挑戰扮演男同志小三角色 演技絲絲入扣 評審團一致認為 邱澤的個人魅力讓人印象深刻 流昌的表演更為角色增添說服力 我限你一個禮拜之內把保險金吐出來 不然我就找立委 我開記者會我讓全世界的人知道 你是破壞人家家庭的死童心 一定是你先勾引我爸的 你爸走了再怎麼樣 我也算是你的祭福 祭 怎麼樣我也是你的長輩 你講話應該要禮貌一點吧 那你就趕快回家 我自己吃垃圾用來吃 那我爸為什麼不會叫 這裡面有類固醇 你薄薄的擦這樣子一層就好了 拜託你把他帶回自己家裡寶貝好了 你以為我願意喔 兩個男人都被你強壯了 兩個我都沒 對 了不起 而本屆的最佳女主角 則是由同片的謝銀萱 擊敗金馬影后惠英宏奪下後冠 在劇場耕耘多年的她 在聽到自己得獎時 同樣熱淚盈眶 女主角得獎的是 謝銀萱 誰先愛上她的 恭喜 這是我第一個 女主角的電影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入圍台北電影節 然後也是我第一次得獎 謝謝台北電影節 誰先愛上她的是金鐘編劇 許玉婷轉戰大螢幕的 電影處女座 和導演許智燕聯合指導 在本屆台北電影節 一共獲得最佳劇情片 最佳男女主角 以及媒體推薦獎等四項大獎 成為全場最大贏家 最佳男配角獎 則是由角頭2 王者再起的正人受報回 這是她繼2015年最深夢死 獲得最佳男配角之後 時隔三年再度拿獎 老師還跟我說的 師父還跟我說的 你熱愛一件事情 並不是用任何的 這種假象的心態來做的 就是不管怎麼樣 繼續熱愛 繼續努力 今年的百彎首獎 則由動畫片幸福路上獲得 導演請來許多演藝圈的前輩助陣 主要配音員包括桂倫美 陳伯鎮 廖慧珍 以及魏德勝 電影透過一個 台灣小女孩的成長過程 回顧台灣的歷史記憶 路上長大 小琪啊 你是大日子出現的 才不會有出場 好 我要成為很有用的大人 改變社會 動畫片幸福路上 同時也是最佳動畫片 以及觀眾票選獎得主 導演宋馨穎穎 也在領獎時感動表示 要把這部片獻給在崎嶇路上 追求幸福的台灣人 要用新的眼睛看似其憶 這部片有非常多天使 我說天使不只是投資者 包括不知名的人 會說要送我們廣告 然後很多人的幫忙 我覺得這個獎 是對他們這一堂的包打 不過熱鬧的頒獎典禮上 雖然充滿得獎者的興奮之情 但後台卻似乎飄來一絲尷尬 因為今年入圍的作品中 剛好有兩對舊愛碰頭 包括當年不歡而散的 邱澤和楊成林 以及去年剛分手的 吳康仁和忠瑤 邱澤的舊愛楊成林 以紅衣小女孩2入圍 儘管沒有得獎 但兩人的互動也被受矚目 當楊成林被問到 有沒有和以前的老朋友碰到面 他的一句神回覆 成為本屆北影的經典廟語 這次還會碰到很多老朋友 有沒有打算招呼之類的 多老 多老 不要說 謝謝 謝謝 另一對分手情人 忠瑤和吳康仁 也各自以海人魚與小美入圍 同樣是一前一後分開進場 但忠瑤態度大方 表示若碰到前男友會跟他問好 大概就像遇到老朋友一樣 就誒 祝福你 恭喜 吳康仁則是快步入場 沒有回答這一題